我们看蛇子的 小钻的形状 很怪了 左一笔 右一笔 我这个鞋不直 不好意思 上面这么一个东西 下面一个嘴巴 嘴巴里生出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蛇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 我还是照顾没有听过的 蛇 不巧的是什么 有个错假冤案就这么造成 它这个上面这个部分 本来就是像舌头的 到了小转的时候 另外一个字 也慢慢慢慢 错误的也不是 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肝 肝本来也不是这样的 舌本来也不是这样的 他们到了小转的时候 就都变成这样了 许氏就把它们拆在一起了 就认为这个蛇 是从肝从口 从肝从口 肝一生 而且呢 还因此啊 造成了很多的 不合理的解释 因为我们如果古书读的多 会知道 我们之前讲简化字的时候 再三讲过 干燥的肝 树干的干 和这个肝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这个肝 古书里常见的意思是两个 一个是干戈 这个盾牌叫做干 第二个意思是干饭 干猪猴啊 就是去 干饭就好比后来干玉的干 差不多 就是参与到中间 所以这个干在这个蛇 里边似乎还有点赋予意义了 知道了 这错了之后还赋予意义呢 我们看这个受恩对蛇的解释 在口所以言 所以言也 别味也 说的挺好 舌头在嘴巴里的功能是 说话和别味 好 从肝从口 肝一生 这也不对啊 为什么从肝从口是蛇呢 徐凯就解释了 凡物入口 必干于蛇 故从肝 这个就是干饭的肝 大家理解啊 就是参与啊 这个接触这个意思 就没有不碰舌头的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对不对 断注也是这样讲啊 干饭也 言 饭口而出之 嘴巴 不是嘴巴 话 要通过这个嘴巴 说出来 食 饭口而入之 是这样 这个吃的东西 要通过舌头进去 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看这个舌的古文字字形 就很明白 好 我们先看上面的 上面就是一个嘴啊 上面伸出一个叉叉 对不对 这个我的怀疑是这样子 之前我也讲过 人的舌头啊 是不方便画的 它就是一个圆圈嘛 就是一个方块 你这个怎么像舌头呢 什么动物的舌头 最有特点 就是分叉的 对吧 我不知道有 这个 是不是除了舌 是不是有些 这个爬行动物的舌头 也是分叉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总之 古人不一定是 就是 但是这是 这是没有办法 只能猜了 这古人为什么 把舌画的分叉 恐怕是因为 这里动物的舌 有特点 所以他可能取的是 这个意思 很可能啊 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子 那么 舌就像这个 一个嘴巴伸出一个分叉的 吱吱叉叉 我们看这个甲骨那样子 非常像 对不对 旁边带点点的是什么呢 大概是口水啊 要么是食物残渣 古人不刷牙 规定了 规定了啊 舌 后来你看 慢慢慢慢慢慢 就规整化 对不对 大家发现啊 到这个地方 分叉了 这个 这个已经跟后来很像了 跟这个小舌很像 这个储文字里面 周易里面这个舌 它下面加个 加个肉旁 表示的是舌这个位置 对不对 后来这种 勤态的 这个 你看 这个上面就完全是干了 对不对 就跟干混掉了 那么 这个人的舌 嘴巴分个叉 确实是有点怪的 是不是肯定对呢 有下面一个证据之后啊 我们可以确定它肯定对 下面就是这个影子 现在的影子啊 左边是一个食物的食 右边是一个茧 反正看不出这个 喝水这个意思 上古时代的影子啊 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字 它的 有两部分 左边下角是这个字 这样吧 画的 还有画的更好看的 对不对 这是什么字 这是后来的 有字 有是什么东西啊 有是 大水缸 不是大水缸 大水罐 它是 如果按照字形 如果结合什么 这个人类学讲法 还是尖底瓶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养勺文化 这些东西啊 中学课本里都有的吧 很聪明 这个做的瓶子 是什么形状的呢 是这样的 对不对 灌水的时候 就要放进去 它甭自己会立起来 有 如果从这个字形来看 恐怕最初是像尖底瓶的 就是这个大罐子 那么这个东西应该是装水的了 后来大概也可以装酒 所以酒是怎么来的 这不就是酒吗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油 油是水气这一点 或者酒气这一点 请大家特别注意 饮是喝水啊 所以它中间的这个气物啊 不能是别的 但可以是别的这个水气 油是水气的一个代表 他就把这个字发在旁边 另外一半是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啊 这个是像一个测试的人形 那么这个影子的人 跟一般的人有什么区别 它上面多一段 它是把头伸过去 大家发现没有 是这样的吧 头伸过去之后 还有一个倒过来的 口啊 不光有口啊 有没有 好 这个字就构型非常明白 是这样的吧 一个人把头伸到这个水气 可能是水缸 可能是水罐或者酒罐上面 探出头伸出舌头 他在干什么 他在隐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形象 到了后来啊 就这个位置关系 都可以表示隐了之后啊 那么这种伸不伸舌头啊 就就不重要了的啊 这种不伸舌头的 对不对 这种不伸舌头就出现了 再后来啊 人也不要了 啊 这种就直接就出现了 对不对 人也不要了 因为它的相对关系 很说明问题 刚才我讲过啊 口在上面倒过来说 会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大家发现没有 就慢慢就有这样子了 啊 好 我们看这个影里面 所从的那部分 像蛇的形状 有几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 是一个口上面两个叉叉 是这样的吧 一个叉叉的 叉叉叉点点的 恰好啊 跟这个蛇的形态啊 严格对应 所以这个字一定是蛇 没有问题 那么大概就是学这个 这个蛇的笃性子 这个蛇 我们看蛇 蛇都叫蛇 简单的啊 气候中像蛇的部件叫蛇 现在还是这个 这个灵里面 都叫蛇 这很正常 第二个有意思 说出的话叫蛇 啊 怎么说出的话叫蛇呢 这个试语就很怪 还没有这样讲法 结果呢 他举的这个例子 还是最有名的例子 大家这个例子啊 言言这条不一定读过 但是我一讲 大家就知道 西乎夫子之说 君子也四不及舍 这就是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叫初处 我们看看这个初处怎么回事 好吧 把这条读掉 我随便弄了一条 这个是在论语 言言 第八条 吉子成 一个人叫吉子成说 君子 智而易 以和以文为 君子只要 本质好就可以了 你打扮那么漂亮 也不是说打扮那么漂亮了 搞那么多花样 干什么呢 子贡说 西乎夫子之说 君子也 可惜啊 君子之说 这句话应该这样 如果按照他的标点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 这样认为 君子之说 夫子之说 君子也是主语 西乎是谓语 大家能理解吧 你这样说君子啊 哎呀 可惜 是这样理解的啊 四不击舌 四不击舌 就是一马接受 一言接受 四马难追 四匹马 一组一列 不是随便四匹马 一组四 都追不上你的舌头 这个地方显然就是 这种修辞用法 我们如果学过中学语文 这个叫 叫纸弹 是这样的吧 它不是比喻 它是把一个东西 相关一个东西 带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舌啊 我想你 还是不要像他这样解释为 说出的话好 它还是舌头 它只不过在这边 用了一个纸带的用法 你要把纸带的用法 都用作这个 示意写定 写定词典 那那爆炸了 我想这个是不合适的